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公司不怕滚打了很多年 按理说呢也算是个职场老油条 可其实每天的工作主要内容就是受气 这主要是因为小透明的直辱上司 是个非常喜欢挑刺的组长 这个工作过的朋友都知道 你的上司要是没啥能力 那他出了吃鱼的时候 基本上也挑不出啥刺 但是女主这个组长完全不懂人情事故 做事的评判标准呢 就是最简单的是非对错 那你想想一个人的情商已经这么低了 那他工作能力得有多强 才能当上你的上司 所以你说这种上司要是骂你 你想反驳他你能说什么吗 你就比如说这天早上上班碰巧电梯坏了 大家刚准备慌一哈就被组长一顿嘛 所有人还没反应过来呢 组长立刻就换了一副面孔 打完电话组长就按照安全指南往角落里面去蹲 就这专业操作啊 你把电梯里的监控调出来直接就能当教学师办推广了 但是最后因为救援人员晚来了几分钟 害得他们上班迟到了 组长分歧来差点连救援人员都要骂 你看这性情真的是个狠人 在今天呢组长立刻把办公室里烂摊子全都解决 顺带着把办公室里所有同事全都损了一遍号 本来对于小偷明来说啊又是普通的一天 但等到了晚上部门聚餐以后 组长喝多了 小偷明呢就倒霉催的要和另一个男同事把组长送回去 但是在送组长回家的路上 习大部分的事情发生了 组长被车撞死了 这把小偷明吓得 要不是周围人多啊 他立马就能笑出来就行不了 但是等小偷明从正经中缓过神来 发现自己已经躺在床上了 看来这一切呢都只是一场闷 小偷明长出一口气后 庆幸之余居然还有几分失落 可是等他到了公司以后 发现就有点不对劲了 今天的电梯呢 真的如同梦境一样坏掉了 组长也又一次迟到了 昨天被组长骂的同事呢 竟然也因为同样的事情 再次被组长骂了 明明是新的一天 小偷明却仿佛已经经历过一遍 这一哈就让小偷明搞懵了 心想我带公司这么多年 别的不说 哪一天不是以混为生 这怎么一不小心 还给我发张一天家的牌呢 莫名其妙的到了晚上 小偷明迷迷糊糊的 送喝多的组长回家 也就在这个时候 他突然反应过来 不对啊 按照剧本很快组长就要被撞死了 虽然小偷明也有点期待 但是见死不救的事 他也确实干不出来 所以在车开过来的一瞬间 早有准备的小偷明 还是义无反顾的推开了组长 躲过了这一劫 但是没等组长说谢谢呢 这时候第二辆车开了过来 组长躲得了大卡 躲不过摩托 还是被撞死了 而小偷明也再一次从问题中惊醒 发现时间还是那一天早上 小偷明这回算是明白了 只要组长死了 他这一天就会重新开始 虽然不知道这一切的原因是什么 但是当务之急 是保证组长平安的度过这一天 可是说来简单 做起来难 这个组长就跟铁了心不想活似的 无论小偷明怎么努力 都改变不了组长当天会死的这个结局 他所能做的 无非就让组长走得安详一点 小偷明也因此被困难的这一天 怎么都进行不下去 有的人的人生是活了一万天 有的人的人生是把一天重复了一万次 这一句鸡汤小偷明算是记住了 后来小偷明就破坏破摔了 既然没有了以后 那么也就不如想做当下 在不知道第几次听到组长骂其他组员的时候 小偷明再也忍不住了 结果一觉醒来 第二天居然来了 这就很尴尬 你把明天当末日 结果今天放纵完了 第二天末日没来 那这就是真的末日了 不过通过这件事呢 他也终于搞懂了组长会死的原因 那就是因为自己每天看到组长的时候 都会在心里按骂他去死 所以组长就真的死了 要想让组长不死 那第一件事就是小偷明不能在心里骂组长 可是你说让下主不骂领导 他是真的忍不住 只要看到组长那张脸 他就忍不住要骂几句 所以为了躲组长 小偷明被逼着只能去修行了 从佛学到基督 从菩提到耶稣 小偷明努力让自己心如之水 在他终于学成归来后 以为可以和组长心明气和的说话了 结果没两句话又被逼急了 事到如今 小偷明只能想到最后一个办法 那就是换一份工作 但是他在新公司面试的过程中呢 就传来了组长又死了的消息 原来要想让组长活下去 不仅小偷明不能揍他死 连公司里的其他同事 也不能产生这个想法 所以说只要这世上 有一个人在心里骂组长去死 小偷明无论逃到哪去 他这一天也还是会重复 这你说找谁说理去 之后小偷明就踏上一条 保卫组长不死的道路 无论他心里有多不喜欢自己的上司 但是都得替他善后 自己能不能接受呢